所以這次520的改組不包括你 所以這個質詢你就比較有意思 但我聽了一天 也延續剛剛幾位委員的幾個 今天我們討論的法案 那第一個 這個其實我跟你 應該提過很多次了 那其實你口頭也答應 就是這一次是由我們原住民委員 所提的 在選舉公報上 他應該是可以允許這個羅馬評音 剛剛陳寅委員也再提一次 我想這個應該逐漸有共識了吧 對 可以吧 可以 那但是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這個 這本席在這裡還是要點出 諸位你上次在這裡答應 但是回去中選會的委員會 結果就 又被 保決 無疾而終 那本席這個提案 今天是class所提的 上次是我提 上一屆是我提 沒關係 總共是在程序委員會被擋了33次 所以高經委員現在不在 其實為原住民的權益 我也是非常努力 到中選會去拜會 然後提案被擋了33次 現在今天大家逐步有個共識 我希望 我希望 這個這次 這次當然是直接修法了 那 那個中選會的委員 委員 這個不要再有什麼其他技術性的 這個法律的曲解或者是干擾 這第一個 但是待會我認為 我認為 除了 羅馬拼音以外 我認為圖像也可以 我上次也跟你提過 應該是選舉公報的多少見方 他要用圖像表達 搞不好他用四個漫畫 可以把他的證件表達得非常好 我認為也可以支持 這也不限於原住民的朋友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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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以現在這個時代的發展 我們只差不能在智慧手機上 這個傳遞檔案 如果是選舉公報來講 應該以讓他在文字印刷 在印刷的自由度文字圖像 那都可以 事實上 上次我也提過 這個 在現在很多圖像的說明 原比文字 要更直接更清楚更具體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我要談 第二個 也延續 主委你跟中選會委員 因為早上你都答覆說 現在台北市選委會對於 這個 這個戈籃委運動 所提出的六張的發單 我如果沒有聽錯的話 早上你答覆幾位委員 都認為說 你回去還可以再討論討論 是跟誰討論 我想這個媒體的報導本身 可能很省略 我想說這個東西 如果是成為一個案子 回到中選會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 那另外一個可能的情形就是說 當事人提起訴願 但訴願這個決定權就在中選會 所以 如果他不提訴願 那你 你 我們會看他們 我們會看他們提出來的這個案子的內容 現在主委我想請教你 我們現在是在理解這個程序 是 因為 這個 我藉此機會也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主委 還有內政委員會 上次其實是有共識的 在上一屆 應該是最後一個會期 是 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對於罷免 這個能不能宣傳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理得很清楚 在這裡大家都同意 罷免其實是可以宣傳的 對不對 這個完全同意 但是這個法案最後 在當時其實有共識 那最後 最後這個到戒期沒辦法審下去 是因為 因為我們認為說 那如果是說 罷免的宣傳 那要跟選舉的宣傳 有很多的條文 後來李俊義委員 在最後也提出來了 只是這個戒期來不及 對不對 那個 原來建議的條文 我們有提的非常多 所以 這個罷免可以宣傳 是一個共識嘛 對不對 是一個共識 而且是早在這次裁法之前 好 那我現在要釐清你的程序 現在這個裁法的權力是台北市選委會 對不對 對 那有沒有 中選會有沒有 這個可以直接讓他申附 或者是 你們開會以後 可以要求 這個台北市選委會更改 決定這樣的機制 或者是 依循的 這個規則或法令 有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那個 應該沒有 沒有啦 但是我想 就已經決定了嘛對不對 也不全然啦 不全然 我想不全然就是說 因為 因為這個 如果是當事人申訴 申訴的 他可以提申訴的話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依據說 他可以提申訴 他提申訴 他我們就會處理啊 就一定會處理啊 主委 我這樣講好了 一個是 這個對於他的裁法提出訴願嘛 對不對 那就根據這個行政這個 這個行政訴訟 最後會到你們這裡來 是訴願法 訴願會會 那是訴願會決定 還是中選會決定 中選會有自己的訴願會 中選會有自己的訴願會 就在你這裡嘛 對 好 那他如果不提 早上你的答詢是說 那他如果來跟你 是跟你陳情 還是跟你申父 還是跟你抗議 還是跟你告知 要什麼樣的程序 這個目前沒有明確的制度 沒有明確 但是 我想跟您報告的就是說 台北市選委會做的決定呢 他會有聞到中選會來 會有聞到中選會來 然後呢 中選會可以就這一點來 去考量說這個是不是 需要提委員會報告 我們是不是程序這樣 我是不是請 主委 主委你還跟我清楚 講清楚一下 你現在 一起上來 如果說台北市選委會把這個裁罰的 現在 現在當事人已經收到了喔 但是他也會把公文 給選委會是嗎 會給我們 給中選會是嗎 是嗎 是跟委員報告 有他們的紀錄是一定會上來啦 但是他們有裁罰的情形 我們之前有 如果有跟他交代 說哪些案子的話 有下去他也會回報 所以 調查的案件他也會回報 所以現在是怎樣 你交代他要回報嗎 他就會回報 還是說他所有案件都會回報 你會把他挑出來 我們也可以主動 如果他有這個違反法令 或者是這個違反本會決議的話 是可以做處理啊 如果 那 那個中選會有做了決議嗎 我剛剛講我們在討論有共識 你有在這次選舉前有下公文說 這個 或者罷免這次進行前有跟他們說 如果有這樣是不是暫時是不處理嗎 有嗎 新北市那個他有報上來 我們就說我們原先有決議 那個什麼什麼開始起算 什麼時候開始起算 你罷免期間什麼開始起算 新北市是什麼你說清楚 哪一個案例 新北市原先是 吳宜生委員的案例 吳宜生的案子 吳宜生的案子然後他有查報上來 我們說你要按照這個正當程序 我們的那個解釋 有一個解釋令 說什麼時候就開始 這個罷免 活動期間不能有宣傳活動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所以跟那個決議有相違 所以再請他答 再請他這個 再回答請他再審酌 新北市又審酌上來說 他那個已經符合正當 你這個質詢完齁 你這個資料提供給本市 我剛剛已經去調了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把它講清楚 你的意思是因為時間的誤差 是不是 不是我想 是新北市的案例有時間的誤差 所以你們跟他說 你的期間是什麼時候 是不是這樣 我想簡單的講一下 新北市那個案子是這樣 就是說 他們報上來的時候說 不周全 我們說你這個程序上 並不周全 那我們就 你去周全的處理一下 馬上回來以後他說 新北市報上來說 不處罰 然後你們跟他說 不周全 對 所以是愛花的丟 程序 不是 我們不要罰 我們沒有表示意見 但是跟他講說 你那個程序不周全 他去完成程序 以後回來說 不罰 我們現在把它弄清楚 新北市是程序不周全 你們告訴他說 期間應該如此 然後程序應該周全 再處理 然後最後的結果 是不罰 對不對 新北市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這個資料待會弄過來 好那現在台北市 現在問題是這樣啊 因為早上我看媒體的報導 我再跟你確認 因為我聽的意思也是這樣啊 所以你認為說還可以在 台北市 把這個結果報上來之後 你還可以拿到 選委會大家商量 那這個程序是什麼 你跟著 我們要看他來的東西就是 他的依據啊 是不是有沒有違背法律啊 因為 因為地方選委會到底還是 中央選委會監督的 的 的機關嘛 是 那如果他有做出違法的那個 決定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撤銷的 所以目前他的文還是沒有到你那裡 我們還沒看到嗎 紀錄好像有什麼 就紀錄應該來了 我們再看啦 紀錄來了 對 會議的紀錄 所以紀錄恐怕他的認定啊 時間啊 或者是他的裁罰的額度 這些他的在法律的適用上可能有出入對不對 我現在講的是舊法 如果他違法的話 如果 那個不是舊法 是憲債法 還沒有修的法 還沒有修的法 對 我們對這個所有的 就是 縣市委員會的這個紀錄 我們都會做這樣的 啊 審查 對 好 那但是 也很可能 人家也是 這個 台北市選委會的名單有多少法學教授啊 我看不少喔 台北市選委會的名單除了有政黨代表 也有很多都是法律律師啊 對 這個 律師為主 也不見得 也不見得 會有這樣的問題啊 所以現在 兩個可能性是不是 我綜合 我綜合整理一下 第一個 是 台北市選委會 會送來他們這個合處的紀錄 你們如果發現有問題 你們可以 透過什麼樣的程序更正 我們如果要更正的話 我們一定會提委員會 你們會怎麼樣 提給委員會來討論 哪一個委員會 我自己的委員會 中選 中選會的委員會 對 如果要更正他的財閥 對 中選會討論後 可以更正 如果我們認為有的話 就提給委員會來討論啦 那更正是根據哪一條 主持準則的第六條 各級選舉委員會主持準則第六條 就是你們自己定的辦法 是不是 對對對 法規命令 好 根據這個 叫什麼準則 各級選舉委員會主持準則 就是本會 本會 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的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主持準則 好 就是根據這個辦法的第六條 你有機會 改變 就對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提出 他們尋訴願的程序 提出訴願 再來看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啦 那我們討論成這樣子 今天我們如果修法 你主委你同不同意 這個 我們法律的適用可以回溯一段期間 這個在很多立法的例子裡面是存在的 那這個當然我們是尊重立法院的決定啦 好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剛剛他講 新北市他不處理嘛 他可以去涵要求他處理 換句話說 台北市處理他當然中選會有權可以撤銷啊 他只要發現適用法令有疑義啊 或者是什麼 那當然可以撤銷啊 對不對 一個沒法可以撤銷再叫他再查 一個法當然也可以叫他再撤銷 這辦法 但是他剛剛是說期間 不是期間的啊 那可以啦可以啦 那可以啦 我說新北市 好有一間的委員做個決議啦好不好 提個臨時提案送上來 那我看還有誰 那個陳超明委員會議詢問 我徵求大家的同意是不是 可以讓他發言六分鐘好不好 那因為他比較晚來 對會晤狀況 五分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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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講到 我講到 講到你 我聽不高興 我就幫你切斷麥克風 隨便你講啦 還有另外一個 我處理一個程序的問題 時間 八分鐘啦 好 好 好啦 你就要 你盡量講 沒關係 那個親民黨黨團有一個修正動議的案 那我在這邊做一個宣告 他按照我們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9條 我們 第59條的規定是這樣 符合立法院組織法33條規定之黨團 除法律例有規定外得以黨團名義提案 不受本規則有關連署或複議人數之限制 本來我們應該是三席嘛對不對 總共三席嘛 但是因為59條的規定 所以以後黨團小黨 包括時代力量或者是親民黨黨團的提案 我們內政委員會受理 請問大家有沒有意義 好沒有意義我們就 我們委員會我們就受理 好 謝謝 來 接下來陳昌明委員 陳昌明委員 呃 紫席 我們想要列約 習的政府官員各位委員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首先有請我們的劉主委跟陳次長 好請兩位 來 謝謝 我感謝紫席啊 給我六分鐘 我記得你給民進黨都是十分鐘 不要分得彼此分得那麼清楚 所以我要求十分鐘 謝謝